今天非常榮幸 能玩到這片未上次的遊戲 謝謝觀眾對林公子的台愛 大大的感恩啊 欸?都可以過欸 好奇怪喔 好 沒有任務 你們白的當中也是報名報分 贏了一個人 道具欸 要裝備一下 看他假鬼假怪 現在就來打怪 好強喔 好強喔 打王前 先存檔 好強喔 打王前 嗯 噢 噢 剛剛那站 好驚險喔 這樣應該可以過去了吧 什麼 這一定是天大的陰謀 好 你的感想肯定是 靠 這三峽喔 這遊戲的開發者相當有來歷 即是 人稱YouTube大神的 連公子 真的很靠悲啊 花了超久的時間 才做這麼一點點 所以今天又要來教 學校沒講的事 老師常常告訴大家 要有創意 思考是你的超能力 但出了社會 瞬間都變狗屁 因為每個人都是典人之王 天馬星空什麼的 計劃都超讚 然後 水泡王就忘記了 實現夢想的困難之處 除了沒錢沒資源外 第一個 就是你要自己管自己 本人敢說啊 百分之九十五的 都死在藍這一關 從好幾年前開始 就有很多朋友 跑來講他的人生藍圖 那時都會很認真聽 鼓勵 支持 甚至幫忙找資料 結果超級智障的 他居然比本人還早放棄 宇宙後悔去挺他 付出的心血 都白費了 然後 他也不會不好意思 拍拍屁股就消失 所以有些網友會覺得 連公子好冷漠喔 人家是誠心誠意跟你請教 怎麼的愛悔不悔 至少先做個初行嘛 兩手空空就扯到公司要開多大間 買樂透都比較實在啦 這真的是 看透一個人的好方法 當某個朋友提出計畫之後 你就開始看 他多久以後會實行 假如下次遇到他 一事無成卻又說 他有新典的事 這個人就不要深交了 喇叭嘴嘛 遊戲觀眾聽到這裡肯定很不舒服 因為都中了槍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你的粉絲 退訂閱後跟你說 朋友啊 就是誠實的頻道 才會跟你講真話 不只本人 會用這方法去看人 整個社會 握有資源的人士 也是這樣看人 一天到晚 有人去拜託他 而給個機會 他會把機會給誰 很簡單嘛 給最真的那一個 你看 本人多誠實 多中肯 講的都是實在話 不信 你去cosplay的會場 辦多項 還原度多高 準備多用心 喔是假的 長得正 才是真的 真的很扯啊 有時候正妹 只是路過 大家也搶著拍 阿管你是不是 扮演者 先蹲在地上 套拍一張再說 所以像連公子這樣 外表很恥和敵 唯一的活路 就是執行力 大家可以去Facebook搜尋 野良攝影師的金字塔 就會知道 長相到底多重要了 有些朋友 都會想到一些點子 然後就丟過來 說阿 你可以拍看看啊 本人知道 他們是好心 純粹想讓這個頻道 更多元 但有的就比較靠北了 害怕來問說 上次叫你做的什麼 怎麼都沒嚇我 此時就推薦 RPG制作打師 MV Chenity 啊玩一下 就知道 夢想跟實踐 到底離多遠了 MV Chenity MV MV